四年一度欧洲国家杯足球赛 十四号在德国登场 球队平均水准堪称比士足赛还要高 不过场坏的暴力事件也是一大隐忧 德国大神汉堡一名男子十六号拿着十字稿跟汽油弹 试图来攻击路人 幸好及时被警方开枪制服 而就在同一天 塞尔维亚的球迷在餐厅爆发扭打 有七人遭到逮捕送败 一名黑衣男子右手拿着十字稿 左手握着汽油弹 不断朝警方叫嚣 尽管警方人多示众 朝他喷辣椒水 男子还是不受控制 像是火扇一样随时准备喷发 警方逼不得已 明江市警后 朝这名男子的腿部连开多枪 男子重枪倒地 远景随即上前关心男子伤事 移开路障让救护车通行 事发地点在德国汉堡繁华的圣堡利区 当地时间16号下午3点左右 荷兰对上波兰的赛事登场前 大约4万名荷兰球迷在街上游行 这名手持汽油弹的男子 从酒吧走出来后 试图攻击路人 幸好其实被警方制服 警方表示 男子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犯案动机还有待厘清 但已经排除跟足球比赛有关 四年一度的欧洲国家杯足球赛 14号在德国登场 球队平均水准堪称比氏足赛还高 不过场外的暴力事件也是一大隐忧 就在同一天 英格兰对上塞尔维亚开赛前 多名球迷在餐厅爆发扭打见血 七名塞尔维亚球迷遭到逮捕 让德国警方绷紧神经 林佑任编译